嗨 各位同学 大家还好吗 我的感觉 我有感觉大家应该不是很好 好啦 这也很正常啦 对 在我看来是正常的 因为 从下半年以来 就是大概从六月吧 你就马上发现那个风能量进来 风能量进来是不是人事纠纷就开始多起来了 对不对 那这种时候 我们的新局面也展开了 那每一个人都有 觉得混乱的地方 那所以我会把它形容成 我们在调整自己的体质当中 哇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哦 各位同学 晚安 晚安 我们现在真的是 每个人都在面临极限挑战 以前是散步的过日子 那现在就是 呃 又有风在吹 然后你要 你要逆风而行 然后你还要爬山 你还要消耗体力 然后你现在体力又比较不好 更重要的是 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 因为谁都不知道新的世界长怎样 呃 那现在又是水星金星已经进巨蟹了嘛 这个周末 太阳下之就来了 太阳也要进巨蟹了 最近屡屡飙高温 对吧 我想这种种在这个moment 在这个我们上下半年交接的这个moment 没有一个人心情是舒服的 那这种不只是心情 还包括我们的身体挑战也很大 那呃 因为我们在为我们的不安全感服务嘛 所以很多人要心灵 心灵压垮了肉体 肉体就特别特别的劳累 那不要说你们哦 连我这个强壮的健康宝宝 我都最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劳累 那可是可是我必须说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因为我看得懂心象 所以如果你是这个箭桃 我个人觉得还在安全范围之内啦 除非你已经生大病了 哦 你们有发现我瘦了一点吗 对啊 我就告诉大家 我在调整我自己嘛 我也希望把自己调整好 因为我认为未来要 因应的挑战是更多的 不管是要开发新的未来 还是说我要有更强壮的身体 去对抗未来 去在未来使用 健康都是要顾的 那我的问题就是胖了点 那我想把自己调瘦一点 那这个就是我还对人生报 有希望的一种宣誓啦 这么说 好 那各位同学 我们下半年运势影片 大概七月就登场了 七月就登场 现在才六月底嘛 那我们等一下会从地水火风的角度 去告诉大家下半年的氛围 还有大环境的角度去告诉大家上半年差多少 上下半年差非常多 因为近几年来 木星都是在年中的时候移位 那光是木星的移位 就是上半年在金牛 下半年在双子 金牛跟双子就差这么多 而且这一次的木星双子 是在五月二十六号移位的 还记得吗 所以五月下旬 你马上就感觉到了 以前街上都没有人 现在大家上街头 你懂我意思 然后可是股票现在也飙得很快很高 有没有 如果你有在玩股票的话 应该能够感受到这种经济方面的一个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是非常突然的 也很合理 因为火星现在在金牛座呀 好各位晚上还好吗 吃了没 今天的眼妆 今天的眼妆我加了一点黑一点 好谢谢各位同学 有没有 今年马上就过来了 那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提醒的 在我看来 这个下半年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调整自己的 各式各样的状况 认知 然后选边 表达 想法 还有我们的周遭也在变 如果说 就好像我们玩游戏 玩一种游戏叫大风吹 现在就是大风吹吹什么吹什么 然后人站起来动来动去的时候 现在2024下半年就是动来动去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要调动我们全部的神经 我们得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有位子要抢下来做 然后我们也要观察 这个情势对我是有利还是有害 还是我应该怎么做 所以你看健康重不重要 调好健康你才能够抢 你才要抢的时候才抢得到 那或者是你如果判断这个状况对你是不利的 该退就要退 然后或者是不争 我们该投降投降 就是没关系我输 那我有心理准备 我不会把这个书列为是我的错 就是你也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这样勤勒自己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就是在观察跟试水温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状况都是被调动起来的 不太能够安安稳稳的 安部当居的 慢慢来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变数很多 那这个变数呢也我在预告文里面有提到 它比较难以预测 就是我们不能把它只视为说 木星就是带来好 那今年的木星跟土星 在下半年的时候 它们会形成一个四分项 然后它们一个是在风向星座 一个是在水向星座 所以每一个表面的行动下面 都有一个隐含的东西在蠢蠢欲动 如果你是一个够敏锐的人的话 你就不会只相信表象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只相信表象 很多事情的表象下面很可能是另外一套逻辑 或者是有可能有一些人推动这个 看起来好像表面上很合理的东西的事情 可是私底下可能有它的私欲 有它的不得已 有它的原因 尤其是在这个六月 这个六月土海停滞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几个家庭的悲剧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冰山下面的冰山 然后这些 你看得到的冰山只是十分之一 然后这十分之九突然摊开来给你看 你虽然还是看不清楚 但你知道问题很多 问题很大 一样的道理 那我觉得下半年的木星跟土星的四分项 它就是有这一种 有没有有这种状况 然后那个表象就会很难捉摸 比方说你有没有听过一句俗言 叫做建设登上去 所以也许接下来你看到那种情绪很大的人 那你就知道他也许是比较理亏的 这样知道 而不是说他理直气壮 所以他才会讲话大声 也许是他理亏所以他讲话大声 或也许是他因为害怕而讲话大声 所以我才会说 我们这个海王双鱼以来 就是2011 2012年以来 我觉得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越来越懂心理了 心理的专家 心理资商的一些技巧 我们对自己的人格类型的研究 我们学占心 都是为了了解心理 这个人在想什么 对不对 我们想了解人 我们这么长久 这么十年 十几年下来 我们累积了这些知识 就是要用在这个时候 就是你不能等闲的去看待每件事的表象 你不能等闲的去看待外面的那些人 你的主管 你的长官 你的朋友 你也要换一个眼睛看你的父母 你的子女 那个 所以 当我这样告诉大家的时候 你就会 又在下半年里面增加了非常多的知识 比如说有些父母会觉得 我的小孩很乖 那我请你换一个眼光来看乖这件事 你确定他很乖吗 也许是他 不想惹到你 所以他假装很乖 但也许他不是你以为的那样 说不定他非常的忧郁 而你没有发现 说不定他 对他的人生觉得很焦虑 然后没有希望 而你不知道 然后你来不及救他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 整个下半年 哇 这个心象就是逼着我们要去看 要更比以前更聪明吧 应该这么说 所以我们都必须比以前更聪明 我们必须比以前更敏锐 所以你才不会只活在表层的假象之下 其实我都觉得这一段时间 有那么一点像一个大考试 老师说 你考得好 你当然就会挤进前段班 你考不好 也没关系 你还是活得下去 你只看得懂表象 然后别人说什么 你就相信是什么 你也活得下去 但你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 被人家耍来耍去的人 而不自知 就是你的幸福可能就是不自知 但如果你想要成为新时代的人上人 你希望搭上下一个世代的 新时代的列车 你希望在新时代里面呼风唤雨 那你比别人聪明是必须的 我说的是聪明 不是分数高 知道我说的是聪明 那这个聪明则反应在你懂别人在想什么上 你这个聪明反应在你看得懂别人的反应是什么意思上 那你也看得懂有一些人对你是不重要的 那他们的意见不需要真的伤到你 你也不需要让自己很受伤 你也要懂得放得下 这个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 跟人际关系 所有的人际关系 没有人要你成为万人迷 不需要 但是你能够 该 比如说亲贵人远小人 然后这个人该亲近几分 那个人该远离多远 你能够 这件事能做得越好的人 你在新时代越能够生存 然后你也比较我知道很多人都是社恐 谁不是 我也是 但就算是社恐也有社恐式的社交 你能不能把社交这件事就是不要完全秉除在外 我个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 这是下半年的木土四分 木星跟土星的四分 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有这么一点讯号 先跟大家说一下 那第二个讯号是 第二个讯号下半年就是 众星要开始逆行了 比如说土星海王星 冥王星在四月份就开始逆了 现在土星跟海王星七月要开始逆 我们七月运势的时候会特别再提到 土海正式逆 然后天王八月的天王是几月逆 看一下 真的是 我刚居然睡着了耶 天王八月逆 天王星八月 那那个时候土天海明就逆了 八月的时候 而且八月的时候 水星要开始逆行了 所以整个八月是逆行的 所以八月很精彩 这样知道吗 因为八月的时候除了水逆以外 我们现在是七月都还没到 但八月的时候有水逆以外 还有天王星的停滞 然后八月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奥运 七月底就开始上场了嘛 就是奥运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呢 火星跟木星也合 合在双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八月蛮值得观察的 这个奥运蛮值得观察的 我也很感谢今年有奥运 我说真的 在这个风向年 然后让奥运登场 让人们的某一种阳性能量能发作 因为奥运就是一个大型的赛事 赛事就是把那个火星的比赛的冲突的能量 变成一场game 变成一个游戏 那也不会真的死人 也不会是真的厮杀 那它帮助很多人把这个能量代谢出去 然后你可能会熬夜 你可能很high 可是这个high是健康的 所以这种能量非常躁动的年 多举办一点活动 多举办一点这种比赛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的 接下来2025年 whoo2跟high 会开始一起进入牡羊座 所以多半年活动吧 各位同学 因为牡羊的会有 有点像子弹乱射乱飞 你不如射一个靶让它打那个靶 不要让子弹乱射乱飞 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会 比较容易激动 比较容易 那不如你弄了很多比赛 让大家在比赛场上 好好的比 有一个规则的去比 我觉得是会比较好的 给各个公家机关参考 呼吁一下全世界 多办一点比赛在2025年 以免有战争出现 好 老师晚安 很开心看到你 很棒耶 火源树的释放 对啊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好那 我们从 我们已经到 接下来的 每一个月都有行星逆行哦 之前有时候 每年的一二月都还会有 重心顺行的时候 现在没有了 每一个月都有行星逆行 好 八月份就是 水逆 然后天王能量振动 然后到了 九月 你看每个月都有戏哦 下半年 九月的时候 冥王就退回到摩羯座了 冥王退回到摩羯座 但不会退太久 他到十一月就开始 到怎么说 到十月顺行 十一月又重新的再一次进入水瓶座 十一月底的时候 过完生日 十一月底 又重新进入水瓶座 这一进就是二十年 所以就再也不会回到摩羯座了 就发生在这个下半年 所以这个冥王星 我觉得也很值得说一说 是真的 我看到这个冥王星 九到十一月的 这个退回摩羯 我就觉得 他是真正的在跟过去告别 所以 虽然他是一颗很远的星 很小的星 他比月亮还要小 冥王星比月亮还要小 而且在天文学上 他已经被降格了 他已经被降为矮行星 他不是行星 天文学不承认冥王星 真有意思 他不承认冥王星 那可是这颗星 在占星学 我觉得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 而且很深远 那透过这一个 这一个星象 在我看来 在一个星象学家看来 我是星象学家 在我看来就是 我们要跟上一个阶段 彻底告别的时候 某一个现象告别 某一种秩序告别 某一种 场面 有时候那个告别 也还真的 真的 形成一个很直接的 比如说你真的离开了 某个行业了 你现在展开了 一个新的生活了 不管这个新的生活 是更好的 还是更不好的 比如 这几年有的人健康就出问题了嘛 那他健康出问题以后 他应该就会觉得 我接下来的 做的每一件事都要顾虑到我的健康 所以 他心态整个都变了 他的工作状况 工作领域方式也都变了 所以这个冥王星的变 就是 把前一阵子 这一段时间 你的那个状况 做一个总结 然后你要跟过去的状况 say goodbye 所以你要知道 我看到这个冥王星 我就知道了 每一个人都要有心理准备 有很多人的 不愉快 不舒服 是因为你还抓着过去不放 你很渴望回到过去的生活 但是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已经不再是那样 很多事情的变化已经在发生 然后 也到了该面对他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好像 我也要面对我的眼睛越来越不好 然后你就是治疗跟不治疗 这两条路嘛 不治疗就是越来越糟 治疗的话很不习惯 但是有一个希望在 然后你要定义那个新的状态 不习惯也要习惯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好那这就是冥王星九月登场 他逆回到摩羯 我们到底要跟什么告别呢 他可能很抽象 他可能也不会变成一个具体的事 可是当你经历过2024 未来我们行经2025 行经2026 你回过头来 你就知道2024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个是太小的一颗 太远的一颗行星所造成的影响 你未来会知道的 你未来会承认2024是一个切分点 他的确是一个切分点 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当中 那再来就是10月 10月 10月就是冥王星顺行 好来 11月 下半年的11月 11月的话呢 第一个冥王星重新在 就是最后第三次的进入水瓶座 然后以后就一直待在水瓶座了 他要往前走了 他不再只是停留在零度了 那当然由于这颗冥王星的关系 所有星盘里面 29度有星 28度有星 零度有星 一度有星的人 你也会是下半年的主角 因为这颗冥王星的关系 所以每一个最后面度数 跟最前面度数的人 我们的生命都会比较有明显的改变 如果我们说走进新时代 你应该就是前锋 先锋者 那你 你应该也会有 比较大的变化 在下半年 我们是世主 哎哟 保护眼睛跟身心灵的健康 你看像这种 时代的转折点 身体健康真的最重要 有没有感觉到 真的啊 我如果最近去做健康检查 然后发现什么 假设 很多人不是生了大病吗 发现什么 那是不是就停摆了 就是这样子啊 就停摆了啊 接下来就是立遗嘱啊 或者是 遗产怎么分配啊 公司怎么分配 就是这样子 人生有时候就是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 好 所以 在我们健康还在的时候 能保养就保养 我知道现在年轻人 比我还懂这一套 你们比我们更懂 哎那个自我广告的把它删掉好了 莫名其妙 好来 再来11月 那个冥王星以外呢 水星第二次逆 逆行 在11月12月的时候 那在8月的逆行呢 它是逆两个星座 9月的逆行 你只逆一个星座叫做射手座 所以射手在你的哪里 它在你的什么宫位 这个因为水逆的关系 所以这个水星就会待比较久一点 然后在你的射手座 射手在火象星座的火象宫位 在水象星座的水象宫位 就是每一个座的宫位都不一样 所以水逆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它在哪里让你不顺 它在哪里让你反省 它在哪里让你遇到老朋友 这个也都是下半年的一个重点 那8月的逆行呢 一开始也是逆在火象星座 它一开始是在狮子做逆行 然后又逆回到巨蟹 然后再一次进入狮子 通常当一个水星是走 当一个逆行是走进这个星座 又倒回上一个星座 然后再往下一个星座 你就知道了它要你去面对的是 横跨这两个星座的课题 横跨这两个星座的课题 所以它从狮子逆回来 比如说狮子代表什么 子女跟家庭的关系 这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要检讨 子女跟家庭的关系 你是子女 你对于家庭 你在你父母眼中 或你是父母 你看你的子女 然后跟你的家的这个关系 都是8月份会被凸显出来的 那也有可能是恋情 狮子是恋情 还记得吗 那这个恋情至于你的内心 所以这段时间 如果你很没有安全感 你对这段感情很没有安全感 或一直都很不安心 那一段时间可能就会 比如说受不了 想处理 想分开 或想通了 你现在一定还怀抱着希望 这段感情应该还蛮有搞头的 可是到底有没有搞头呢 8月份会减分晓 所以下半年说不定在这段时间 这个水星会让我们去思考 去反省这个部分 然后到了年底的11 12月 它是在射手座 那射手就是 每一个人也都被逼着 要水星射手一下 水星射手 那我很清楚啊 我们就要去想一想 你的理念跟理想是什么 你的远程目标是什么 哎 这个 这个我 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水星射手 这个我最会了 我经常是讨论远程目标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 鉴定一下 水射手在你的哪一个工位 这是一个 然后呢 最后最后 还有一个是火星 年底也要逆行了 它会逆行在狮子座 然后又逆回到了巨蟹座 这个火星 蛮有意思的 它也是横跨两个星座 那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逆呢 也是11 12月 11月就开始停滞了 在狮子座的时候 我们去年6月 是金星在狮子 待蛮久的 还记得吗 所以那个时候的MeToo呢 都是发生在演艺圈 你就知道狮子座跟演艺圈 有关狮子座跟Superstar 有关系 好那年底 哇是在冬天的时候 11月12月的时候 火星来到了狮子 火星来到狮子还蛮火热的 就感觉上那一段时间 可能也会有非常多的演唱 会大型晚会 大型典礼 就是这种感觉 或者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有一种 要亮相的需求 尤其又搭配上了木星在双子 所以那段时间可能活动也会蛮多的 那火星狮子一定也会 比如说 这里就最夯最火 就好像现在火星在金牛 理财最夯 是吧 理财最夯 所以你看到下半年了吗 火星是从金牛 双子 巨蟹 走到狮子 就这四个星座 这是2024下半年 火星走这四个星座所带来的一些事件 现在 现在跟理财有关 不久的将来 火星双子 会跟交通有关 会跟教育有关 教育这件事 因为有木星在 然后明年 明年就是明年 天王星也要进双子了 所以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那大家也不要认为教育改革是 就是有一些学校关了而已 No 我们可能要重新思考教育这件事 今年 你就要开始重新思考了 今年下半年 我是觉得啦 我是觉得 我还有一个要提醒的 如果你家有孩子 是在念书的 请特别注意他们的心理健康 请特别注意他们心理健康 因为你的孩子 你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 我们那一种小孩子 应该有的思想 他们面对的世界 比我们复杂很多 然后他们更早的进入 一个学校没有教的世界 你一定幻想 你没有让小孩看手机 没有让小孩看电视 你的小孩一定是最单纯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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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算没有看 他在学校总是会跟同学交谈吧 你怎么 你自己都当过小孩 你觉得小孩子会任由 爸妈管妈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啊 那现在小孩子们的早熟 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早 去思考人生的意义 有没有可能 他们现在觉得 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没有意义 而且非常没有希望的呢 这非常有可能 所以我话说在这里 我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 得忧郁症的机会 应该蛮高 或者是有厌世的倾向 而这些都是水面下的真相 你不看也没关系 说不定他长大了 自己去克服他也不一定 我就怕他长不大 我就怕他 真的很想怎么样 那就很难说了 所以在这个木心双子的时候 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问题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需要 被重视的 那他就会促使一些改变 所谓的教育改革 就是对小孩来说 对年轻人来说 什么最重要 我个人真的觉得 他真的不缺在学校学东西 他也不缺人家对他凶跟对他严格 我真的觉得小孩子缺的是快乐 你确定要让他们 从那么小的时候 就活在压力跟竞争当中吗 不觉得让他们 能够快乐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吗 他们已经不像我们小时候了 有农田 有乡下可以去玩 然后有 无所畏惧的接触大自然的机会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连放学都要父母去接送 走在路上都觉得很危险 是不是 童年已经这么贫瘠了 所以以后 我相信以后会有一批一批的勇士们 就是我不让我的小孩去念书了 我不要让他们接受一般的正常教育 因为天王星要进双子了 这个都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 如果我们可以注意到孩子的心理健康 不要让他们过早的被碾碎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我现在提出来 大家能够早一点去感受这件事 就是我觉得是功德一件 你早一点救你的孩子 听了不要想哭 这是我们大人能为孩子做的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守护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不觉得很重要吗 怎么会是一副考试最重要 然后考不好人生就毁了的感觉 你觉得一个孩子应该承受这种压力吗 而且我说实在的 你现在活得好好的是因为你成绩很好吗 成绩真的这么重要吗 一点都不重要好吗 好的 我变得很瘦是吗 我最近吃太熟了 我要努力加餐饭 自己讲的都害羞 好 所以这个下半年的星象 我大致上先阐述一遍 然后这些行星 就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某一个区间 发挥他的任务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 一堆星在逆行了 下半年就是比较多星逆行的一个时段 木星也会逆 木星今年逆的比较晚 木星从九月下旬你才会有感觉 因为他十月才逆 十月 哇以前都是年中 现在是十月才开始 你就会发现木星每一年都比每一年的逆的晚 明年就可能是十一月逆 我看一下明年 2025年 木星 对木星是十一月逆 你看看 就每一年都晚一个月 每一年都晚一个月 所以都是较轮的 还好我一直让我的女儿 很快乐 对啊 请让孩子有一个好 开心的童年 然后不要用分数来教计他 我就是分数不怎么样的孩子 你拿分数来教计我 那你 你就看走眼了 我可是那个长大会很孝顺的孩子 那你把我逼走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对不对 你早一点让你的孩子快乐 你就会赢 你就会赢在起跑线上 你的孩子就是那个 众多不健康的孩子里面最健康的 你就赢了 你就赢了 真的 真的 你就得到珍宝了 你还记得你国小同学第一名在干什么吗 对不对 一点都不重要 当然在那个moment 他在学校走路有点风 还蛮风光的 but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现在外面屁孩很多小孩也会受伤 我告诉你 以后自觉的小孩一定会越来越多 尤其 现在挨人很多 内向的人很多 不太擅长 而且你知道很多小孩在学校受到欺负 也不会回来跟父母说 所以你真的知道你的孩子在学校遭遇了什么吗 而且遭遇的越不堪 比如说他是在性方面可能是被人家轻慢的 轻薄的 他反而更羞于其耻 更羞于其耻 我们在me too运动的时候不就感觉到这件事了吗 如果他是那种霸凌坏小孩的欺负我们还可能告状 可是如果是他偷摸我屁股啦 然后偷偷的在那边攻击我 这个攻击我 你看他反而更羞耻而不敢说 你要一个小孩敢说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这是很为难小孩子的事情 小孩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伤痕就落下了 这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真的要让小孩子集结在一起吗 以前很单纯的时代好像还没有关系 现在越来越复杂了 确定还要这样子继续下去吗 蛮危险的 对啊 被欺负回来还会被骂 对跟爸妈告状以后 跟希望爸妈是支持他的 结果呢 爸妈说一定是你不乖 然后还叫老师尽量打 谁敢跟你说 是不是 所以你能够得 你能够让你的孩子快乐成长 然后你孩子敢跟你说真心话 这是两大不得了的成就 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 你就是未来的人生胜利主 你做得到吗 只有古代那种很茫茫的 只有生活没有 只为了求生存 然后不讲究生活品质的父母 才会说 以为小孩交给老师管就好 谁知道 老师也会欺负你的孩子 对吧 好 下半年 那我们就用这几个点来聊一聊 那今天的顺序呢 是火土水风 不是火土风水 是火土水风 这是我们抽签决定的 那所以火象星座先 土象星座次之 那我今天就是火土水风 一个比较大的概括来讲一下我们大的生命课题 至于每一个星座各自单独我会7月的时候就有影片释出了 每一支影片大概8到10分钟 希望大家能够 6分钟 6、7分钟 6到8分钟 我讲的时候讲了十几分钟 那我们剪成6到8分钟 希望精简一下 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对不对 好 我已经告诉大家指令了 让小孩有快乐童年跟你 小孩敢跟你说真心话 这是人生两大成就 这也是下半年很重要的课题 然后以及下半年是每一个人体质都在调整当中 因为新的状态 我们的全身都要调动起来 那最近真的很容易累 最近真的很容易受伤 最近情绪比较容易激动 最近也比较容易EMO 因为水跟精都已经来到巨蟹了 当然这跟月份有关系 但是他也跟土海 现在要停滞了 也在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的确是格外格外强大的 那这段时间 每一个人会觉得比较 忧郁一点 比较荡一点 然后情绪比较 比较 有点类似闷吧 有点类似闷 很正常 很正常 现在的老师都不老师了 那也希望你们听完以后 能够安心一点 虽然你还是会很想哭 你可能还是会觉得好累好累 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但这不就是 这段时间会发生的事吗 没有一个人知道未来会如何 对吧 因为未来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你现在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未来 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 是不是 全世界各地都不一样 有的国家正在崛起 有的国家正在衰落 那这就是他们过去做的事情 导致现在的状态 所以这也不是想起就起 想落就落 对不对 好 有努力 你就会在那个部分有收获 就是长这个样子咯 哎呦 超阴谋的 洗澡都能哭出来 我也赞成哭出来 我赞成 如果你想哭 你就哭 哭完以后 你会好过很多 那如果你是能表达的 比如说用文字表达 用 把它写成文章 或者是 你有朋友可以诉苦 说出来 也会对你的心理健康很有帮助 或你在我这边发泄 在这边诉苦 我觉得也OK 也OK 让有缘人看到 那你也要相信一件事哦 在下半年 因为这个木星跟土星的四分项 就像我预告文里面说的 有时候好事不见得是好事 比如炫耀的人 说不定炫耀到后来 反而招致了批评 或招致了歹徒 注意到他 Who knows 那可是坏事 也可能带来了巨大的成长 你就会更明显的感受到这一点 这本来就是一个事实 很多坏事 像我这种乐观的人 我是乐观的人 我常遇到坏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哦 那很多夜可能就在这边了掉了 或者是可能我上辈子欠他吧 谁知道 然后我会去观察后面的变化 比如说 也许我就改了我的某一个烂个性 我越来越好了 感谢那一次的意外 感谢那一次的事件 很多有智慧的人 是能够把危机变转机的 对吧 所以各位在下半年也要 胜不交败不奶 所谓的好事也不要完全的放松 所谓的坏事也不要那么的悲伤 你怎么会知道它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呢 呃 这不是一个心灵鸡汤 这是我看到下半年 这种能量场非常的特别 所以要告诉大家的讯息 因为能量场真的很特别 就像我刚刚说 你不能看表象 意思就是你不能看表象 那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过一天算一天 那你今天想干嘛 就好好的干嘛 想哭就哭 想睡就去睡 呃 不要做 不能挽回的事就好 比如说乱花钱 然后之后再来后悔也来不及 不要乱花钱 千万不要乱花钱 因为 呃 这种多 多变跟新开始的转折 不是用来 任性的 嗯 不是用来任性的 这样知道哈 嗯 这种时候 你反而要保守一点 你的子弹要保守一点 你的消费啊花费 尽量保守一点 好 好 跟前夫对抗中真的好累 那这个就是因跟果嘛 你有中结了婚的因 后面 因为他是前夫 所以 那个对抗 这一段关系已经建立了 就这个果就要承受 好 那等一下就是火 火象星座先来 火象星座就是 母羊 狮子跟射手 我们现在已经八点四十三分了 我等一下 老师要业绩 哦 边听要边按赞 谢谢 Ander Ander很棒 难过到伤害自己的射手 不要伤害自己 乖 伤害自己很傻耶 真的 我现在要大安 每个人保重自己 好去因应未来的挑战 2025年 2025年有三颗大星要移动 土 天 海 木 四颗星一起移耶 明年才是真的大地震 好不好 我不是说那种地震 我是说 幸运是真的要翻一个偏 真正翻偏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只是一颗星 两颗星的翻篇 我们明年要经历四颗星的翻篇 各位亲爱的 所以我们要为明年做准备啊 然后不要害怕 我再说一次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没什么好惊 人生不就是关关 难过关关过吗 从上世纪 19什么八级 199级 2000年 这一路过来哪一年好过了 哪一年没有末日预言 我们不是都这样一路过来了吗 对不对 以前还有什么 1995润八月 2012年 玛雅末日预言 2000千禧年 千禧重回毁灭世界 你看人类有多想 多喜欢吓自己 不需要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你不用吓自己 你的人生都不长 我们人生都短短的 不到一百年 超过一百岁就很少 还不好好活 各位 傻瓜 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来解救困惑的我们 没有什么好困惑的啦 困惑也是一天 享受这种困惑也不错 火象星座 我们今天要谢谢老邪真 美颜影 看到均匀了吗 好 这个美颜影 来 他们现在推 蔓越莓Plus 他们有原味 然后现在有蔓越莓Plus 就是 其实都是酸酸甜甜的 酸酸甜甜的 口感都很好 那这个美颜影呢 是日本专利的胶原蛋白 它是国际一线保养品 指定使用的原料 原料最顶级 大家都知道是老邪真嘛 那这原料分子小 用液态来喝 就是这样 就是液态的 用喝的 液态更好吸收 美 粉红色 然后又美 会让你变美哦 它是萃取天然的植物精华 然后有非常丰富的 维他命C 可以有效促进 胶原蛋白的形成 在你还来得及 让自己更美一点的时候 请使用它 那它是透过了 国际AA无添加验证 长期饮用可以很安心的 它是无添加 所以很天然的 那这个 这个蔓越莓Plus口味呢 它相当于 补充了新鲜蔓越莓 44,000毫克 所以喝起来酸酸甜甜 44,000毫克的量哦 特别到了夏天 像女生保养很重要 因为夏天闷热 穿牛仔裤不舒服 那你喝这个会很有感哦 十分推荐给女生喝 好好爱护自己 那这样的一盒里面有六包 那原价呢 是原价多了 一盒本来是六百元 可是我们这一次 专属优惠哦 专属优惠 折下来 一盒等于三百二十五元 本来是六百哦 变三百二十五哦 那等于是折的快半价 所以今天的优惠很值得争取 如果你对美颜影很有兴趣 想喝喝看的话 那这个贩售通路呢 有他们的官网 老邪真的官网 老邪真的门市 还有全联加勒福康世美 都买得到 那今天我们占星帮的粉丝 有特别优惠哦 那我们的连结就在留言之处 你在老邪真官网 即日起到八月三十一 九月前了 所以七月八月都可以 用这个价格买到哦 买三盒送一盒 这就是折扣了 买三盒送一盒 然后以及再输入 我们的专属折扣嘛 STAR100就又再折100 那这样相当于 等于是本来六百元一盒 现在就变三百二十五元一盒 非常优惠 好这个也可以天天喝嘛 如果说你很想要 让自己的胶原蛋白 增生的话 好我来喝给大家 打开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饮料 然后用吸管好了 好喝耶 冰冰的喝应该更好喝 然后它分子很小 很好吸收 你可以倒在杯子里面喝 好 那今天我们会送出五位 五组 五盒给大家 那五位同学可以抽到哦 那请你设公开分享 然后在我们下面留言 我都怎么维持我的美丽容颜 你怎么维持你的美丽容颜 我为什么会觉得蛮好笑的呢 也许我觉得我不美丽啊 但麻烦你一定要写你很美丽哦 好除了蔓越莓plus呢 它的这个原味 原味长这样 你颜色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差一点点 这个是蔓越莓 这个是原味 要仔细分辨哦 一样都是酸酸甜甜我觉得 可能蔓越莓更酸一点 更有蔓越莓的味道哦 好 那我们五位得奖名单 下礼拜四会公布 好不好 下礼拜四的下午五点 会在这一则的下面公布 谁得奖 然后到时候寄给你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火象星座 太阳上升在牡羊 狮子射手座的同学 那木星在我们的风向公位 然后土星在我们的水向公位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段时间表象上 所有的火象星座 太阳上升的人 太阳上升在牡羊 狮子射手的人 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应酬一定很多 因为这是木星带来的 应酬很多 然后你要能够去把握 这个木土的四分项 这个土星是来自于水向公位 意思是 也许你遇到的这些人 都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觉得交朋友 也可以交表象 也可以交真心 你在下半年有非常多的互动 说不定他们 是来自于现在要请你帮忙的人 也许他们现在有困难 你施予了他援手 你等于在替自己累积 未来你有问题的时候 他一定会回报你 很难说 很难说 所以我个人觉得 火象星座的人 这段时间如果你能够 有多帮一点别人的忙 是在为你的未来累积部分 因为你最近可能会遇到这种 有内心状况的朋友 所以 有时候社交可以 简简单单就过去 大家 聊聊天 然后吃吃饭 这个 聚会就可以再见 各自散会 但多问两句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八卦 你可能就会多知道了 他的状态 其实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这一类的 所以你想介入多一点 或想浅尝及止 人际关系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那当然 这也意味着 你的人际关系 有复杂化的倾向 所以火象太阳上升的人 请注意 也许 不能太天真 我所谓的复杂化 就是不能太天真 因为也有可能 来者不知道是何意 这样知道吗 也许他带着一个 好像很美好的远景 跟 很好的一个状态 但他状态真的像他说的那么好吗 这个远景真的如他 所形容的那样吗 那不一定 所以你要多一点分辨 那当然这不只是未来我们即将要面临的人际关系 他也意味着你现在要处理的一个人际关系 比如说你现在的人际关系 不管是兄弟姐妹也好 婚姻关系也好 或在外面 你圈子里面的人际关系也好 目前也都有一些状态跟问题 你已经有感觉了 比如说有些人你不太想跟他合作了 或你觉得到不同不相为谋 或你感觉到了表象下他们搞的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不要 也有可能是这一种状况 那现在也是处理他的时候 因为如果他会让你不舒服 那这个下半年会让你更不舒服 或类似会尴尬 那当你 你如果已经感受到不知如何安放 那也许就是该处理他的时候了 或类似别人也可能 或假设不是从你出发 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你 别人也会觉得你很特别 你很奇怪 比如说别人会觉得火象星座的你 怎么忽然失联了 怎么突然消失了 怎么不理我 因为他们不知道你心里发生了变化 这个就是木星跟土星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火象的牡羊 狮子射手 太阳上升的人 可能下半年就是要处理这个人际关系 那就很像我刚刚说的 人际关系很重要 你能处理好这个部分 你就是一个人上人了 你就是往一个对的正确的方向前进 处理人际关系 你什么样的人让你不舒服 你也等于照到了你自己 这样知道我意思吗 你也等于是越来越懂 原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比如说我对某件事是如此的有洁癖 以至于这个人的一切我都不能忍受 你也能够更了解自我 更了解自我以后就比较不容易找错人 也不容易再辨别错误 同样的错误就不会再犯了 以后也没有什么时间让我们再犯错误了 这样知道吗 你们嘴很甜的 早晚都喝一包老邪真美眼影 这一包蛮大包的耶 它是真的可以刚饮料喝的感觉 如果加冰块就是一杯饮料 然后你只要想它不是饮料 它是一个分子很细的日本专利的胶原蛋白 然后是国际一线保养品指定食用的原料 很好吸收 你就知道你喝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好 那这个是木星跟土星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要来看冥王星 冥王星对于火象星座 牡羊狮子射手的人来说 它会在9月到11月逆回到我们的土象宫位 它现在在我们的风象宫位 所以我想所有的火象星座的人应该都有 不管你是爱人还是义人 你都过得得像义人 你会不会社交 你都要社交 你已经感受到了这股压力了吧 你要为社交做准备 可是9到11月的冥王星会逆回到我们的土工 土工呢一定会针对火象星座牡羊狮子射手 你的健康 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 这种比较土象 具象部分 钱财 金钱观念 理财方面 它会给你一个最后的巡礼 应该这么说 我相信对于火象的人来说 我们应该都感受到了 这些状态的改变 比如说赚钱的方式改变了 工作的方式改变了 身体状况跟以前不一样了 也许 然后你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比如说想多赚点钱 想要健康一点 然后工作上想要更抓住某一种make-up 把自己变得更专业 把工作变得更巩固 所有的火象星座都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你也非常的愿意劳累 你是愿意的 因为你想要更好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改变呢 就是会在今年 你要跟过去的那个状态 做一个告别 那如果你是在调整健康 我觉得七七八八 你已经走在一个对的路上 你已经把自己调得不错了 工作上你也的确有掌握到了一种 你已经做到顶了吧 要你再勉强自己 也有一点困难的地步了 因为你够努力了 我必须说 所有的火象星座 我先同意一件事 就是你非常努力 你过去的十几年来 你没有懈怠 这是冥王星告诉我的 以至于你现在有一个场面 你现在有一种 有一个实力 然后是饿不死 还有你也可以看 你在这个冥王星 退回到土象公位的最后一年 我们也要好好检查 你把自己给折磨成什么样子 你身上什么东西坏掉了 眼睛坏掉了 皮肤坏掉了 还是关节坏掉了 还是哪里不怎么样了 你也可以看到 你把自己给折磨成什么样子 你是不是该好好地爱护自己一下 然后你仔细再想一想 值得吗 这是冥王星 逆回到土象公位 我希望所有的火象星座 都去思考的问题 那你就 你如果觉得值得 那是一回事 不值得 那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减少工作量 还是量少执金 还是换一个方式 不要一直用撞墙的方式去执行它 老牛拖车的方式去执行它 有没有更聪明的方法 有没有 让你愉快 让你自己愉快一点 当然 你已经知道了 有一个好方法 叫做合作 因为冥王星 接下来 9到11月 离开土象公位 他就是要往风向公位去 所以代表 未来你的发展 一定是跟别人发生关系 而不是自己单打独斗 要跟别人有关 要聪明一点 要引进一些方法 透过合作而变得更好 而不是靠你一个人老牛拖车 所有火象的人 你老牛拖车时代要结束了 好啦 大家不要emot好不好 不要那边闷 闷很正常 享受这个闷 这个闷 当我们巨蟹能量过了以后 就会好很多了 你闷不了几个月啦 你闷不了多久 那主要是现在天气也真的很不好啦 大家闷也很正常 生理心理都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我们还有七月运势呢 老师你感觉瘦很多 嗯哼 我瘦了不少哦 所以我才会那么劳累 好 这是冥王星 这个是我对你的提醒 再来就是水心逆行 水心逆行 这一次 两个逆 好两个逆 那八月的时候呢 它是逆在一个火宫位 退回到土 然后再去火 火 土 火 我看一下 是不是 嗯 对 哦 火 这一次的水心八月份跟十一月份 它都是在 嗯 你看它是在火象星座嘛 首先 八月是在狮子 然后进处女 然后再退回到狮子 狮子处女狮子 可是 可是然后下面是 呃 射手 都是火象星座 水心的两次都是在火象星座 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火象星座的人来说 就意味着你这个人啊 就会被凸显出来 所以你 如果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八月份你要被检讨了 那检讨你的方式呢 很可能就是 你因为你的个性 使得你的钱怎么了 因为你的冲动 所以使得你的身体怎么了 会有这种结果出来 所以下半年一直蛮针对的是 你的健康 你的个性 火象星座 那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下半年不是多变吗 那牡羊 狮子 射手 哎 火象星座 你一定有一种 老娘怎么了 一股脑怎么了 比如说 我不爽 我不干了 那就会造成改变 因为 水星 从火到土 那你的个性被调动了 这是我的理想吗 这是我的愿望吗 不是 所以我想要 你很可能就会做出了 跟土星 土象公位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 那我如果觉得 这件事让我不爽 那我是不是要去反应呢 那我是不是就是 觉得自己不够好 那要花钱去把自己弄得更好呢 很可能就会开始跟钱有关了 跟你的工作有关了 这个工作太鸟不拉鸡了 我不干了 再见 也有可能忽然间工作职场就发生了变化 或跟长官老板发生了冲突 所以下半年的这两次水逆呀 要特别特别的当心 尤其我们刚刚讲到的人际关系 我们刚刚讲火象星座的人际关系 你的人际关系还蛮 还蛮因为是这些星都有会逆行 土海先逆行 土海在我们的水象公外 所以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回忆起往事 然后木星什么时候逆行呢 木星会在十月份逆行嘛 所以十月份以后 火象星座的人就会一天到晚 见到老朋友 所以下半年前面是跟新朋友联络 下半年是跟老朋友联络 7、8、9是新朋友 这个聚会很多 10、11、12是老朋友的聚会很多 是这样子没有错 所以对火象星座的人来说 人际关系的变化应该是蛮大的 然后加上两次水逆 你就有可能你的个性会显现出来 然后这个个性显现呢 就会引发别人对你的好评也好 批评也好 劝说也好 或者是八卦也好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而且是针对你哦 就是简单讲就是你这个人的个性也藏不住 你本来就是火象本来就很大咧咧的 也没有怕人家看的意思 然后偏偏水星的两次逆行都是在火星火象星座嘛 所以你这个人如果是人家觉得你阿东要秀斗 就会说他真的很秀斗耶 还会拿大声工把你秀斗的事迹告诉大家 让大家更知道你秀斗 然后觉得你很棒 你很聪明 你很有领导能力 你很有魅力 觉得好的 也会拿大声工把你放松出来 所以下半年水 火象星座的人会是被大家看到的焦点 被大家看到的焦点 因为水星的关系 大家会讨论你 嗯好乖好乖 真的是一只很乖很乖的猫 好那再来最后就是火星了 火星会在年尾的时候 十一十二月的时候逆 他会从火象公位逆回到水象公位 又来了 again再一次的告诉我们 所以下半年火象星座的人是重点 是焦点 不只是风象星座 我们说木星来到了双子 所以风是焦点人物 双子天平水平 你们都尤其上个月 黄仁勋就是风象星座 是不是刮起了一阵旋风 不只是风 火也是 火象星座也是 你会是下半年的焦点人物 牡羊狮子射手 只是说你成为焦点的原因是来自于好的部分 犯还是不好的部分呢 比如说你太倒霉了 然后或者是你哪个地方 犯了小人 会很明显的不是很顺 这个部分因为土还在水宫嘛 这个部分也会被大家传送就是 哇你没有见过倒霉成这样的 也有可能 但是你是焦点人物 好啦各位同学不要再emo了 不要一直想着什么要结束不结束的 不是这个样子的 有时候我们被逼到墙角 不是为了让你没有路可以走 而是你发现原来这里是墙角 这样就好了 你知道就好了 我觉得大家都要进步 真的面子不重要 面子不重要 活得好才重要 好吗 很多人说人生要追求成功 但你永远要相信首富就一个 好不好 全世界的第一名只有一个 每个国家的第一名一个 这么少 名额这么少 大部分人都是云云众生 我们能够好好的活着 就是不得了的成就了 相信我这一句话 然后把你身边亲近的人照顾好 这个小家维持好 就是不得了的成就了 你能做到这一件事情很不得了了 不怕 对没错 好这是火象星座 火象星座火腻 火星会最后再挨进狮子座 然后又在狮子座逆行 还逆回到巨蟹座 那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对火象星座来说 他一定会彻底的让你做了一把自我 过了一把自我的引 因为火星来了的关系 火星会在最后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调动所有火象星座的一公五公或九公 一公五公或九公就第一个 他可能让你红了 因为火星会让你红了嘛 然后第二个他在五公的话会让你有一见钟情的机会 或一鸣惊人的机会 在九公的话可能会有出国出差或者是追寻 或者是在你的理念理想上有一把这个亮光 闪光点让大家觉得哇你好迷人啊 你好有魅力啊 火象星座的人 有这个机会在年底的时候 可是他逆行 他先进来火了一把之后 放了一把火之后 不是放了一把火 让你火一把之后 哎又来又来逆行 为什么 所以我反而要提醒所有的火象星座 在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别被第一把火给骗了 比如说就嚣张了 就得意忘行了 就以为怎么样了 然后给他撩下去 或出去 那接下来他逆行的时候就会很好看了 你就会尴尬了啊 附水怎么收就难收了吗 说出去的话要兑现的时候 你兑现得了吗 因为那个火星 那个火狮子会让所有的火象星座 在年底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太太给他豪爽了 太豪爽了 然后太冲动 那个火星绝对是冲动 所谓的每个人都是易燃体 那火象星座又尤其是 所以提醒所有的火象 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小心一点 不要被这个火星给勾引了 因为他接下来的逆行 除了让你 得要去兑现你自己 太嗨 太放肆的结果以外 他还会逆回到水象公位 逆回到水象公位 那就是噩梦了 举一个故事当例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如果在中乐套的时候 说我中了 好有钱哦 辞职 然后发现 那他逆行的时候 有可能是 其实没中 那怎么办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 其实没中 或者是你的确中了 然后接下来小人来了 还不如不要讲 那你知道 是有乐事 但是乐不要生悲 在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我特别的提醒你 毕竟唐老师是一个保守的人 好 哇 谢谢你们 我也希望把我自己的状态保养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牡羊 狮子跟射手座 我不知道这样讲够不够 我希望是够的 因为一个星座的话 我们是每一支影片都会单独的告诉大家 好不好 你看我每一支影片我都是有做好这样的功课 每一个图 每个星座都有画一张图 都有写一个note 那我今天就不直接讲太多了 因为我们十天以后七月运势还是会登场 七月运势再跟大家好好地聊 每个星座个别的运势 好不好 低调低调 懂了 希望十一月 十一二月的时候 我会再提醒一次大家 免得到那个时候 大家又忘记了 好 但是火象星座 牡羊狮子射手 你也是下半年的风云人物 透过两次水逆 在我们的火象星座 一次火逆 也在我们的火象星座 你怎么可能不是风云人物呢 但是此时此刻的火象星座 一定有不为人知的闷 这个土星跟海王星 它即将要用逆行的方式 来把这个闷给挖掘出来 也就是说 你的阴阳魔戒的时刻也结束了 正式步入七月以后 没有阴阳魔戒 你该认输要认输 该认分要认分 该接受要接受 我们前面都还有苦苦挣扎 想说我可以不认吗 我可以不认命吗 我可以不承认吗 我可以不 不 假装嗨 没有受影响吗 你可以装 可是当土海逆行冰山 你已经知道那个冰山 有多大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最聪明的方式 就是面对它 有些事情的确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有些力量的确庞大到你 假乐观也 骗不了自己了 有些小人或有一些暗中的力量 的确存在 那你要做的是 承认了这些力量的牵制 那你要做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 你做出最好的决定 就这样 这是我给火象星座 在下半年的一个 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 持续的否认 假装没有这回事 并不聪明 你要承认它 然后做务实的处理 比如说 一个 你有一个表面 好像很好的事业体 其实它是很累的 很亏空的 也许你就该面对现实 因为这样子 表面上好像比较没有面子 因为我承认我亏了 可是其实是把一个麻烦解决掉 你以后比较没有麻烦 这样知道吗 不要被面子所绑架 这是火象星座 好 接下来就是土象星座了 土象星座就是金牛 处女跟摩 金牛处女跟摩羯座 好可爱 他喜欢摸摸 然后我手不摸 他就来提醒我摸 这是我最近跟他的开心 老师你超准 谢谢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当然准 好 金牛处女摩羯座 辛苦你们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假期结束了呀 这样我不应该笑 对不起 我反省我自己 好的 好那 这个元素跟元素之间 我们要再一次谢谢老邪针 美颜银 那还记得吗 他是添加了日本专利胶原蛋白 国际一线保养品指定使用的原料 分子很小 液态喝又更好吸收 那他就长这样子 我把它打开 一包 几cc啊 蛮大包的耶 你看我都要慢慢的喝 早晨 餐后 或睡前 饮用一包 那我们这一次呢 因为他的通路 有在他们的官网或门市 老邪针官网或门市 或你在全联加勒福康市美也都买得到 那他们有原味 然后也有这个蔓越莓Plus 蔓越莓Plus呢 就是补充了 你喝了他等于补充了 新鲜蔓越莓四万四千毫克的量哦 那喝起来酸酸甜甜的 特别是夏天 如果说他有私密处保养的功效嘛 那如果你穿牛仔裤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你也可以试喝看看 好 那这个又是通过了国际AA5添加验证 长期饮用可以很安心 那里面富含维生素C 可以有效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 那这样子一盒里面有六包 本来是六百元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优惠 占星帮专属优惠 就是买三盒送一盒 然后你还可以再折扣 你输入折扣嘛 STAR100 就再折一百元 这样子六百元就等于325 等于一包才50块而已 50多一点 55块 一包55块 每天喝也没有负担 跟喝一杯饮料是一样的 然后又有保养的功效 那我们这一次也会送五份 五盒给大家 所以大家想抽奖的话 请在这里设公开分享 然后留言写 我平常都是怎么维持我的美丽容颜呢 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健康啊 为我们的外表做一些努力 因为风向年嘛 风向年就是走出去 要跟人家面对面 我们得承认 人性有它 非常恶劣的一面 我们都知道 内心的美丽最重要 可是没有想到 皮相也是要美丽的 不然君不见 满界的一美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我们想 不想丑啊 我们想要美一点啊 美一点的人 真的是得到了 比较多的好处跟优惠啊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我们虽然告诉大家 人跟人相处 最后还是要取决于内在 可是一开始 外表真的很重要 我们得承认它 土象星座就是 金牛处女跟摩羯 木星跟土海 一个在我们的土象宫位 土象宫位就是二宫 六宫跟十宫 这三个宫位 一定很累 一定很累 因为它就是 它就好像给你上了一个枷锁 它就是给你一套任务 所以所有的土象星座 都已经在一个任务里了 都在务实的处理 所有的状况里了 然后你很可能 也要对得起你的单位 对得起你的老板 你要对得起 你自己的责任感 所以所有的土象星座 下半年都不会太轻松 你的不轻松 除了你肩负的任务以外 让你不轻松 也包括你想把事做好的不轻松 你必须适应这个环境的不轻松 环境是什么呢 你要赚钱你就得适应这个老板 你就得适应这些同事 你就得适应这份工作 你得做 然后这些都是花体力的 花金钱的 花时间的 所以土象星座的挑战在这里 那除了土象工位 跟职场有关系 它也跟健康有关系 它跟身体有关系 所以你一定也会充分的感觉到 比如说体力能不能支持得了 然后这个任务的劳累的程度 你受不受得了 劳累的程度 有的人 就是也不是说你很娇弱 但是可能真的量太大了 或者是做这个工作 如果是真的要耗体力 比如说要跑很多趟 要跑很远 然后要 有很多细节要调整 要处理 要注意 然后很烧脑之类的 所以土象是真心的累 真心的累 那当然 有没有好处呢 有 好处就是有升官运 有被 就是你其实是被倚重的 你是被看重的 然后你却觉得 这个看重让你很烦 有同意吗 然后他跟土海形成的四分相 对于你们金牛处女摩羯来说 是什么呢 土海在你们的风向宫位 所以一定 他逆行了嘛 他一定会带来的是 人际关系的纷扰 人际关系的纷扰 或类似 你难以抗拒的 别人对你的要求 那对于 所以土象星座的烦恼 其实是人际关系 那些 难以抗拒的 难以拒绝的人事物 比如说 另一半啊 兄弟姐妹啊 有几个原因啦 或朋友 或同学 就这一类的 或者是这个圈子里面的 所谓的人情事故 就算是 不对劲 但你好像也 跳不出来 逃不掉 有这种很多的人 人情压力跟顾虑吧 应该这么说 那这个人情压力跟顾虑呢 我个人觉得土象星座会把它想得太严重了 你们的想象力在这里比较无限蔓延 那有这么严重吗 其实下半年你会看到答案 其实还好 所以 很多土象星座 好可爱 我可爱 我的脚底下 很多土象星座可能是在 累到一个不行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 或者是 觉得烦到一个不行的时候 然后 你才敢去拒绝吧 才知道说哪些人际关系是 该切割切割 或者是该怎么样处理 或怎么样处理 不过它其实 你把它想得很严重 但它其实也许没有那么严重 你要到那个最后关头才知道 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所有的土象都会被先逼到墙角一下 那因此在这个下半年的很多剧情就是 你们还蛮容易 有可能跟某一些人翻脸的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如果能翻脸我觉得是好事 我怕的是 该翻脸而不知道该怎么翻脸 然后或不能翻脸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 痛苦吧 因为你们毕竟是土象星座 土象星座是阴性星座 很能撑啊 你们一定是撑到最后一刻 撑到不能再撑 然后彻底的翻脸 这个土象星座的特质 我倒觉得我们其他星座要小心 也就是说我们其他星座说不定是逼土象星座的人而不自知 你是火象吗 你是水象吗 你是方向吗 我们可能正在给土象星座压力而不自知 然后有一天它就忽然爆发 忽然翻脸了 这是下半年很可能发生的剧情 有同学说我已经在墙角了 而且有土象星座说不定现在 应该情绪有点崩溃 我觉得私底下情绪蛮多崩溃的 那但是都是你的OS 你还在试着调整自己 你还在觉得我努力看看 很多土象星座还在试着努力看看 那我还是一句话 我觉得努力要努力对方向 那土象星座最可贵的就是 你有你的一套价值系统 那这个价值系统呢 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这就是警讯 或你的心里已经不舒服到一个程度了 而且土象星座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反应 土象星座应该会偶尔释放出来 比如说你自己也会有忽然倦情想上班 如果已经到这个地步代表很严重了 代表很严重了 然后或者是居然还会哭 假设你会哭的话 那这也是蛮严重的 所以太阳上升在金牛处女摩羯 太阳上升 如果有这个状况都代表你已经超负荷 那也许你该考虑离开 或者是调整一下你的工作状况或内容 或调整你的身心状态 下半年我说过了下半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升华人在做调整的一个时期 所以我们都一定会被逼着探测底线 不要想成是说唐老师在唱衰每一组 不是而是我们下半年的确会被挑战一些极限 那这个就是土象星座的极限 当你撑不住 你一定会有生理反应 你也一定会有心理反应 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这里并不愉快 不是所有的土象都会不愉快 但不愉快的会很明显 那有明显的状况你就面对它 赶快做一个调整 因为明年的挑战更多 你今年就是要赶快把自己瞧到一个对的位置 不要勉强哦 不要勉强 不然你明年会更撑不住 身心都出状况了 如果是身心都出状况 那可千万千万要小心 好 那这个就是土跟土海 那土海呢7月就已经开始进入逆行状态 在我们土星跟海王星都在逆行状态 7月就开始了 所以7到10月的这段时间 7、8、9、10这段时间 所有的金牛、处女、摩羯 你都会跟老朋友碰面 都有跟老朋友碰面的机会 跟老同事或者是以前的谁 然后这个也说不定不是故意约的哦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缘分 那可能就约到了 可能就认识了 听过他 然后现在想认识 就认识了 然后或者是就互相有联络 或者是在某一个场合 忽然碰到一个老朋友等等 下半年会蛮有这个有趣的现象 人际关系 那再来就是冥王星 我们说过了冥王星 9月到11月会逆回土象星座 对吧 那这个土象星座就是你 就是你 你的一、五、九宫 那他就是要来跟我们的过去 做一个最后的告别 我们过去的什么呢 土象星座的某一种硬邦邦吧 某一种存在的状态吧 或者 你想告别过去 想有一个新的开始的这件事情 我们终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准备好的阶段 对 我要跟我的过去告别 我要展开新的我 而且这个新的我呢 是没有那么多牵绊的 以前的你 你要为这个负责 你要为那个负责 你要为这个委屈 你要为那个求全 以前的你是这样 但现在的你呢 你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或 在这段时间 过去的三年 你越来越有一种孤独感跟孤单感 你越来越觉得旁边的人都靠不住 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土象星座 金牛处女摩羯 很多状况 你只能够一个人 比如说生病好了 生病是最直接的 你的身体出状况 这个病 老实说 别人再怎么关心你 病也不会好 你要自己努力 把他养好 把他治好 不是吗 这就是一种 啊 原来 天地苍苍 宇宙茫茫 我终究是孤单一个人 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那这个冥王星就是在告诉我们 过去的这两三年来 因为冥王星在移动移动移动 你一定会有一种这种靠人不如靠己 然后我的自己能做什么呢 我自己能为我自己做什么呢 的这一种觉悟跟觉知 今年已经是最后一年了 三年里面的最后一年 所以你 你也 有很多同学可能在这个时候是真心的有这种孤独感 比如说也搬离开家自己一个人住了 或者是类似他小孩大了都离朝了 忽然间觉得无事一生亲了 那我要重新安排我的生活了 或 就各式各样的那一种孤独的感觉 然后也把 或者是卸下责任 卸下家属 然后套上一个自己甘愿套的东西 所以这是土象星座这个冥王星 最终最终 我现在要听着冥王星 要我跟你们说 你们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你们有背上了你们想背的东西吗 你们现在过着你们想过的生活吗 你有 你知道要怎么安排你的未来吗 你有想法了吗 因为 你只能靠自己哦 虽然周遭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朋友也好 兄弟姐妹也好 好像很可以依靠 但你终究知道他们都是会过去的 你要靠的是自己 好的 那再来呢就是水星逆行两次 逆行两次都是在我们水星逆行在火象星座嘛 对不对 然后火星逆行也是先进火象星座嘛 好那这些火象星座都是土宫的 都是土象星座的水宫 也就是说你的四宫八宫十二宫是会被水逆 touch到的 是会被火逆 touch到的在下半年 水逆是一个在八月一个在十一十二月 然后火逆的话是在十一十二月 好所以十一十二月蛮重点的 有没有感觉到呢 八月是个重点 十一十二月又是个重点 然后他在你的水象公位 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土象星座说了 水象公位比较不是开玩笑的 比较不好玩 比较不好玩 那这个不好玩当然就是会承受比较多的压力 比方说水工 水工四工 那就是内部的问题 内部的问题会不会凸显出来 内部的问题就是跟爸妈 跟家人啦 以及合作合伙的钱财啦 这一类的 然后或者是跟别人的互动 别人对自己的意见是什么 那那个因为是水工 所以他偏不舒服 比如说你觉得那个人阴阳怪气 或者是他看起来好像在陷害你 或类似好像对你有一种阴阳怪气的指责啦 或亦有所指啦 你总而言之土象星座想象力会比较丰富一点 然后呢 因为土象也很屌定嘛 你们个性是非常直的哦 你们很直率 你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所以你也不怕得罪人 那这个水工就是 你的确得罪人了 所以下半年土象星座的 蛮容易得罪人而不自知 尤其是在你实话实说的时候 你如果个性非常非常的掉地 所以你要知道哦 这个行运有一点像是在逼迫土象星座的人学做人 其实我也必须说土象星座不是完全不会做人 土象星座经典有处女摩蝶 比我们想象中聪明很多 会做人的超级会做人 至少不会做会低调 对吧 不会做人但我懂得低调 我懂得假装没事 假装开心 我觉得土象也是做得挺好的 所以我并不是完全对你们悲观 但是段数比较低的土象星座 那说不定得罪人的话麻烦事就会多一点 那水星又逆行在这个四宫八宫十二宫五 那就是很难说了 好那当然水象宫位里面有水逆啊 有火逆啊 这个肯定我要给土象星座们 金牛处女摩蝶一个任务 就是多接触跟身心灵有关领域的事情 比如说了 你本来就有运动习惯 练瑜伽的话 会对你很有帮助 听那种心灵音乐啦 进入那种模式跟状态 那会让你比较身心平静 这个水象宫位能量如果被平衡的话 就比较不会我们刚刚讲的负面的 什么犯小人啦得罪人啦就会比较少一点 那别人暗中对你有意见的那个能量也会降低 这是有 这是你把那个能量做一个正向的代谢的关系 接触身心灵 比如说多到庙里走一走 或者是学一学神秘学的东西 接触卡罗牌帮自己占卜一下 如果有疑问的话 问一问老天的意见 抽抽签 我觉得都有安抚心灵平静的功效 也会让你的那种负面的效应减到最低 这个是我给土象星做下半年的建议 因为你们的水功会震荡 好水功震荡当然也意味我们刚刚讲内部问题比较多 所以你要注意的就是家庭问题 比如说父母亲的身体健康啊 家人的相处 有没有一些阴阳怪气的地方快要火山爆发了呀 是不是 或你对家人的不满 有没有已经快要爆发的地方呢 这个也是一种叙事待发的情况 因为你里面已经可能你很会演 然后他已经累积不得了的能量在那边了 然后或者是家里面有谁 或亲近的人里面有谁 你的合作者你的股东你的另一半 有没有 有没有钱的问题 有没有钱的问题 比如说他有一个不当投资 已经快要爆发了 你本来就很忧心 那你的确现在应该要介入 你应该要多问两句 你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 至少你不能被连累 这样知道吗 他赔是他家的事 不要连累到你 所以这是土象星座的这个部分 当然我刚刚说过了 也不见得都是坏 也不见得都是坏 当水逆在水供 水逆火逆都在水供 他也有可能就是让你红 让你火 让你在这里非常有收获 所以如果一个土象星座 青牛处女摩羯 你平常在投资理财房地产 或者是你的工作表现 非常优秀的话 你在这些领域都有额外的斩获 比如说我们刚讲因果嘛 你过去种了好的因 你现在就会收获到好的果 所以也不反对这些人会在房地产 在投资方面有蛮不错的收获 因为你是懂的 然后你过去也有努力 那我们就会感受到你的夯的一面 水供的好处 水供的坏处就是犯小人 然后有内部问题 但水供的好处就是发大财 然后是闷声发大财 默默发大财 所以土象星座也是友好的一面 那因为下半年我们说气场很乱 但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土象星座是有可能在这里得到好处的人 好那我再说一次 就是土象星座金牛处女摩羯 各自的我们会在影片里面说 以及七月份我们也会在各自详述七月的运势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我今天就一大块一大块的说 那这是我对土象的期许吧 应该这么说 好下一组就是水象星座 其实下一次就是风啊水啊 这样顺序不是很好吗 还是我讲风 没关系好水水水 有同学说我超努力的 各位我们的每一个每一组星座 地学火峰每一组星座 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宫都会被touch到 都会被touch到 所以没有谁是最衰的 也没有谁是最幸运的 尤其是这一次的木土四分像 木星土星四分像 一个在双子一个在双鱼 各位同学感觉到了吗 十二个星座里面只有两个双子贝 然后今年都遇上了 然后这两个双子贝在那边互相打架 所以所有的变数都乘以四倍 所有的变数都乘以四倍 所以它更难以去捉摸 更难以去抓住 那更不要说木星在双子 接下来八月火星也在双子哦 好那双子代表什么 双子代表每个人都有一个大升功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吵 你会觉得很烦 然后每一个人 你如果很喜欢划 那个什么社群网站啦 翠也好啦 IG啦 脸书啦 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说法 你已经有点混淆不清了 有时候你也会不太懂得 你也搞不清楚 他是在说他赞成还是他反对 对不对 因为你搞不清楚他是反串的还是讲真心的 还是他在讽刺 你搞不清楚 下半年就是这么的一个 好像没有中心思想的一个状况 一样 所以我才会说很多事情我们要观察 没有真相 因为都不是真相 都不是真相 你很难统结出一个状态来 那下半年就会比较乱一点 我们进入一个比较慌 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状态 也很正常 我反而觉得这个时候多说多错 不要忘记了 网路是有记忆的 你现在说什么 以后都查得到 对不对 还是要小心 尤其是公众人物啊 不要乱放屁 不要好 好 大家喜欢我的口红 刘海有点长 好的 下一组就是水象巨蟹天蝎跟双鱼做了 太阳上升在巨蟹天蝎双鱼的请进来 我们的木星现在在水象巨蟹 在水象巨蟹 当然会比较闷一点 稍微闷一点 闷在哪里呢 因为水象巨蟹就比较内心细多一点 然后敏锐度也比较高一点 水象本身巨蟹天蝎双鱼就已经很敏感了 然后现在水供又被放大 我们的敏感度又再加一级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我们可以近在不眼中 我们根本不用跟你沟通 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或我觉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们不是水象星座的人 或你们水供没有新的人 四供八供十二供没有新的人 你很难想象水象星座活得有多累 我们可以透过一点点 这个人一点点的行动 我们可以在一群人里面 然后我完全知道这个人是在 正在比如说疏远我吗 还是对我有一点意见 或他现在正在阴阳怪气 我们通通有感觉 哎呀累死了 你知道这种感觉超累的吗 我不需要问他 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就已经知道他是这个意思 而且 而且百分之八十以上不是我自以为 是真的 是真的 那水象星座就是有这个能力 那你知道我们这种提前感受 提前感应跟 不能假装看不见 是一件辛苦的事 木星又来了 木星来了以后更放大了我们这个能力 那这会导致什么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星很累啊 水象星座的同学 巨蟹天蟹双蟹 星 我们的星 真的很累 你知道这个星很累 跟土象星座的肉体很累 不一样 肉体很累 还可以撑 星很累就有一种 哇 这压生 然后 会有一种 忧郁 emo 跟 呃 闲下来脑子就会一直转 一直想那个事情 会钻牛角尖 所以水象星座的同学 我自己就是水象星座 那该怎么办 我们的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 明明木星不是来风向吗 为什么会调动了我们的情绪呢 就会让我们晚上睡不好 你 你不只是需要美眼影了 你还需要什么 那些让你睡觉的影 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夜深人静是挑战啊 各位水象星座 所以 能够让你释放压力 释放过多思绪的事情 我觉得下半年都应该做 我们有推荐很多 让你好睡的产品啊 之类的啊 好睡一点的枕头 好睡一点的被子 好睡的 饮品啊之类的 逼自己多睡点觉吧 如果你能多睡点觉 我觉得 阿弥陀佛 真的 让你的脑神经 不要再钻牛角尖 因为 因为 多享无益 你反而是需要忘掉 或者是反而需要 让这个敏锐度降低一点 对你会比较有帮助 那降低的方法 当然第一个 你远离那些 那个不当的能量源 就是 你已经感受到了 阴阳怪气的人 那你离他远一点 你有那么多施药吗 你有必要 让你的情绪 陪那个阴阳怪气的人 玩吗 他很重要吗 当然如果他很重要 他是你的家人 他是你的 亲近的人 他是你不得不小心的人 他 你不小心他 他就要来陷害你 OKOK 那你的确是要防着点 但是再多就不用了 也就是说 把他搞成是 你过得很痛苦 不用 倒是不用 木星的进入水宫 他就是 不 木星进入水宫 土海进入火宫 这两个打架的意思就是 你得知道 你这个人的个性 问题在哪里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多虑的人 明明知道 明知山野虎 你偏向虎山形 然后他又让你累个半死 对你一点帮助 一点好处都没有 然后你还 你还硬是要去跟 跟那个能量 在那边撞来撞去 你有病吗 是不是 土海在火宫吗 你就意识到了 也许你有被虐狂挺直 也许你就是一个想象力这么丰富 而且你喜欢往负面方向想 这就是水象星座下拜年 你要有病适感 你是巨蟹 你是天蝎 你是双蝎 你有这个问题吗 我们的一工跟水工 火工跟水工的这一组四分项 它不影响我们的工作 它不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它只有是你自己 跟你自己内心的对话 所以所有的巨蟹 天蝎 双鱼 我觉得下半年 如果我们被逼到墙角 我们把自己弄得很烦躁 是跟我们的个人内建思维逻辑有关 然后你必须对你的这个内建思维逻辑 是不是过头了的这件事有自觉 当你过头了 你就是一个连小事都可以把它想得 烦死你自己的程度 而它根本不值得你烦成这个样子 有时候你只要客观 你只要跳出来 比如说你为了某一个人 然后烦得要死的时候 你跳 你如果能够跳出来 然后去想 他是你的家人 所以你很烦 那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呢 他值得你这么烦吗 其实他就 如果是个普通人 他就这个路人讲 你根本一句话都不会对他说 你也不在乎他的意见 So 其实你可以不在乎他的意见 你不用被这样的一个钻牛角尖 逼到墙角 这个是木土四分项 在下半年我觉得对巨蟹天蝎双鱼 比较你要自行的地方 所有的水晓星座我个人觉得 你应该工作表现啊什么都是挺优秀的 外表看起来也一尊好好的 你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在跟自己打架 自己在跟自己过不去 然后自己要去撞你最不擅长跟最容易让你做不好睡不好 然后过不好的地方 然后放大他 然后你烦了三天以后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人 你觉得他在跟你杠 然后你也想了一百种策略 他这样杠的时候你要怎么反应 然后下一次他忽然告诉你 他忽然又恢复开朗 跟你说话了 然后原来上个礼拜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那你有没有觉得谜底揭晓了 原来我这三天把自己累个半死 想了一百种策略都是白想的 所有的水晓就很可能在下半年 一直一直遇到这种状况 而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你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 对你的敏感度被你用在错的地方 就会长这样 所以我们要做的 等人家来救我们吗 等别人都变成好人吗 No 你要自觉 你要自省 你要有病逝感 你要知道自己问题大条了 我有病 我才会把那么小的一个困扰 它本来只是一个小困扰 我把它弄成这么大一块 然后搞得好像我快要完蛋了 我快要烦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那么严重 会那么严重是因为你有不当的想象力 这是我对水象星座的提醒 下半年这种虚项 这种无畏的威胁感 无畏的 无畏的 我再说一次哦 重要的是说三遍 无畏的 是你想象力太丰富 你不应该把你想象力用在这种地方 好那最好就是把想象力用在对的地方 不管是去做创意的工作啦 然后或者是让自己忙一点 多去 多去 不要沉浸在想象的世界 多去实体的世界活动一下 实体的世界 比如说一个让你 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没有时间想事情的 是 这个是有帮助的 因为你没空乱想 你就不会乱想 找点事给自己做 然后或者是运动 把自己弄累 也可以 但我们是水象星座 我们跟运动应该 除了双鱼座很爱运动以外 双鱼座比较爱漂亮 好我们要好好的控制自己 知道吗 水象星座 我们的想象力在这个时候会有不当的发挥 然后任何蛛丝马迹 我们都会抓过来折磨我们自己 真的是没有必要要小心 好这个是木星跟土星 而且土星在我们的火宫嘛 土星在火宫的意思 一五九宫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很容易被 起底回忆 这个就 这个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当我们困扰别人到一个程度 别人也会来反攻我们 就是你这个人怎么问题这么多 然后你的 如果你把自己 你呈现的蛮讨人厌的 巨蟹天蝎双鱼 倘若 倘若 你有没有自觉 不自知 而讨厌的地方 很可能也会被人家 一桩一桩 一件一件的回忆起来 所以其实 这个也不算是一个坏事了 如果被人家指责了 被人家说破了 被人家看穿了 这也是我们疗愈自己的开始 痛定思痛 跟这样的自己告别的开始 这样知道吗 有土星就代表他有机会 他是辛苦的 但他有机会把我们重新build起来 重新建设起来 让我们穿上了一个比较好的盔甲 然后把不需要被干扰的地方 摒除掉 你会越来越进化 你会越来越有模有样 让你的水向能力敏感 用在对的地方 而不是用在困扰 大家也困扰自己的地方 我们下半年要为这个 付出努力 所以你的心理 应该要越来越健康才对 水向星座 你的心理 因为你越来越不会骚动 你越来越不会因为 某一个人对你的一句批评 然后就起心动念 就在那边痛苦万分 不需要 你已经知道了 这里也不是我要努力的地方 随便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也不会影响我的表现 对 水向宫卫的那种 能量的触动也 有可能来自于别人 对你的羡慕嫉妒恨 水向星座是优秀的 巨蟹天蝎双鱼 那优秀到一个程度 别人对你有恶意 也是很正常的 不是你优秀 大家就要爱你 有时候是因为你优秀 人家讨厌你 因为你挡路啊 对不对 因为你有威胁感啊 你让 眼看你吃香喝辣 赚大钱 然后别人就不高兴了呀 那我们也会吸引这个 那这种时候 你就要去想了 所以那些讨厌我的人多 代表我很成功 你也要有一个思维去重新看待这个事情 好不好 嗯 这个是我 要给水向星座 这个木头四分相的一个建议 好 再来呢 就是冥王星了 冥王星9到11月会逆回到我们的风向宫位 风向宫位就是371 我相信所有的巨蟹天蝎双鱼 心里应该已经默默的跟某一个族群道别 跟某一个人际关系道别 或你对人际关系 心里有了一个新的看法 有没有呢 因为今年就是最后一次的冥王星在风向宫位了 所以你的这一份觉知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的确在这过去的两三年来 嗯 某一些人 就是你对人的这种观察也好 反应也好 就是 你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啦 人际关系不就是 鱼帮水水帮鱼 我对你好 你对我好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人际关系 对不对 可是现在你很清楚 不是这么一回事 有一些人就是属于 嗯 大家的价值观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觉得 他愿意给你用 然后他也想利用你 那结果你 可是你的想法可能还停留在 我只想跟你做朋友 不想要有利益挂钩的关系 哦那 那就代表这一份友谊 在你们两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 他其实很容易就要破裂的 你也透过这个更认识了自己 你也因此而知道 下次再有这样的关系 我们也尽量不要碰 我就是喜欢没有利益挂钩 有的人就是我等每一个关系都要有利益挂钩 然后就分出来了嘛 那你就很清楚 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属于利益挂钩的 或他们就是属于没有利益挂钩的 我不想浪费时间了 所以你应该已经在跟某一群人告别 你可能越来越在某一个群里面 越来越不活跃了 之前你很可能还把他们当朋友 然后大家在里面沟通来沟通去 可是可能有某一个族群 你已经越来越不活跃了 你已经越来越少讲话了 你已经越来越不想在里面参与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种感觉会蛮明显的 然后你也同时的更建立了 属于你这一派的人际关系 有一些人跟你更靠近了 有一些人跟你更疏远了 这个冥王星会蛮明显的 有这个情况 那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 的这种疏远与否 你可能还在阴阳魔界 你可能还在思考 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太实际了 或太怎么样了 或我是不是不近人情 我是不是还要再假装say hello 你可能前面还有阴阳魔界 但现在应该没有 现在你很清楚 你该花多少心在这些人身上 然后这些人对你的批评可能 当你是放下的 他的批评也没有 也没有能量了 他们怎么想你 你无所谓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这个冥王星会蛮明显的切分了 你在人际关系上的追求 婚姻上的追求 关系上的追求 然后这个 关系也好 婚姻也好 兄弟姐妹也好 也不是说就没了 你知道这时候 尤其是婚姻跟兄弟姐妹朋友同学 那切不掉的啊 是同学就是同学 是兄弟姐妹就是兄弟姐妹 也不是说 说不来往就不来往 但是 那种心理上的 切割过的那种感觉 还是蛮明显的 然后或者是遇到极限 遇到过极限挑战了 所以很多事情心知肚明了 同意嘛 无所谓了 所以如果水象星座的人 我们无所谓了 不代表我们就不理你了 我们反而可不可以理你 无所谓了可以更理你了 有所谓才会阴阳怪奇 无所谓就是反而看起来很健康 然后 无所谓就会比较干脆 有所谓会被勤了 无所谓就无所谓 无所谓就是反而 OK的很干脆 然后或拒绝的很干脆 因为无所谓 然后心里也不会觉得罪恶感 也不会觉得我怎么这样 我怎么冷酷了 不会都不会 这就是我们的冥王心 在下半年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水逆跟火逆了 水逆在两端 有一个7月 一个是8月 一个是11 12月 那火逆在11 12月 所以11 12月是重点 好 那他们都是在我们的 水逆在风 我看一下 水逆在先进风向再回到土向 一样 就是跟 然后火逆在 土向 然后逆回到火向 工位 我在那边土向火向 工位 你们头脑是不是也跟着我混乱了 没关系 虽然混乱 但是你听我讲的故事 或者是 那个结果就好了 你不要管那个什么工 那个什么工的 来 好的 水星的逆行 两次都是在我们的 有算是 土向工位 土向工位 好 所以水星 水象星座 巨蟹天蝎双鱼 的土向工位 是两次水逆的重点 两次水逆的重点之一 水逆重点之一 好 那当然它第一个一定是 focus在你的健康方面 金钱理财方面 职场工作表现方面 或身体生病方面 这是我们水逆会调动的 所以要注意老毛病复发 要注意的是 因为水逆嘛 或者是 水逆有时候会见到老朋友 老的职场的朋友 职场的同事 旧或者是跟旧的职场 旧的工作方式 有一些连结 这个是水逆会遇到的状况 那老毛病复发 当然就是要特别当心 你应该已经知道 自己身体的哪个部分是弱点 那那个弱点就请你要注意了 你现在就要开始保养 你现在就要开始预防 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出状况出问题了 那像我是眼睛不好嘛 对不对 我开刀了 然后我如果 我现在还用不好的方式 看东西 晚上关灯 还在看很亮的手机 假设我有这个坏习惯 那我从现在开始 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因为如果我不小心 那个时候又会出事 或者是类似 医疗会是下半年的重点 对水向星座的人来说 你可能有什么病要治 然后这段时间也会是 把这些问题做一个调整跟处理 也就是说我们为明年做的准备 就是把自己身体调整好 而且这个调整 应该不是什么身心灵的调整 是真的到医院去调整 真的找医生帮你调整 真的去按摩帮你调整 巧骨头之类的 是物理性的 是开刀的 是除掉障碍的 除掉障碍的 所以你可能会有什么 脸上有黑斑 要去打掉那个斑啦 或者是哪里不够好 牙齿要去弄一弄啦 水向星座的人 就会有这些很具体的行动 跟医疗机构有关系 那再来水腻的两次 都会跟我们的职场有关系嘛 所以也一定 要注意职场上的不顺利 比如说计划挤在一起 然后不要想得太简单 也不要想得太容易 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纠结的人 那工作内容 如果你 第一个 以为做得了 但其实未必做得了 那你就会给自己 弄了很多过量的工作 过劳 有可能过劳 因为你太乐观了 以至于过劳了 你以为你可以 结果不可以之类的 所以先不要太高估自己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也比较有可能是 在职场工作领域的事情 你要有心理准备 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 比如说来 跟你说这样子 等你交出作品以后 他又说 其实不是这样 要改来改去 因为水性逆行嘛 就会在工作上改来改去 那求医也是啊 我们刚刚讲求医 因为你水逆在这个地方 所以下半年 我不能说会误诊 不至于到误诊 但是就会 那个疗程比你想象中 要拖长一点 比你想象中 有波折一点 或类似 要先两道手续 才会往好的方向去 这样子 你要多跑几趟 那或类似文件 在送的时候 比如说文件往来 就有送错的机会 有说错的机会 有沟通不良的机会 多跑两趟的状况出现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职场上 身体健康上 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两次水逆都在这个地方 好那一次的火逆呢 我们的火星逆行 会逆行在我们的二宫 也是在跟我们的身体啦 金钱啦 过不去 然后这个地方又是火星 火星会有冲动的情况 所以尤其到了11 12月的时候 要特别当心哦 有可能水象星座的人 就会很敢很急 我急着要赶快怎么样 所以赶快给我开刀吧 你确定吗 你确定要这么冲这么快吗 尤其那个时候还搭配水逆哦 所以11 12月反而是水象星座 在处理健康的时候 特别当心的地方 你本来想很快的一劳永逸 结果没有想到 他会变成拖到2025年的 土塞雷 所以不要冲动 11 12月不要冲动 在健康方面 在工作方面 在职场方面 好 好 这个是提醒水象星座 巨蟹天蝎双鱼要注意的地方 好 最后最后就是风象星座 双子天平跟水平 你们也是今年的主角 因为风象年嘛 好 那在讲双子天平水平太阳上升之前 我们要谢谢老贤珍美颜影 老贤珍美颜影 我们看到君令座代言 梅 粉红色的 美颜女神张君令 那这个 他们有原味 以及蔓越莓plus 蔓越莓plus长这样 它原味长这样 其实都是梅 它是天胶的日本专利的胶原蛋白 是国际一线保养品指定使用的原料 然后分子小 液态喝更好吸收 那美颜影就是富含维生素C 可以有效促进胶原蛋白的增生 所以才会让你变美 所以夏天到了 如果穿牛仔裤会闷热 女生的话 很害怕这个 这个也会有帮助 那它是萃取天然植物精华 然后又通过国际AA无添加验证 所以长期饮用可以很安心 因为是无添加 好那蔓越莓plus呢 你每一包喝下去 哇那就是补充了蔓越莓四万四千毫克 喝起来又酸酸甜甜的 蛮好喝的啦 那我们这次有优惠 因为它一盒里面有六包 原价是六百元 你可以在老邪增的门市啦 官网或全联 康世美嘉乐福都买得到 但是呢 我们占星帮有优惠哦 这一次的优惠是买四盒送一盒 这就折扣了 7.5折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优惠嘛 三盒送一盒 三盒 我刚刚讲 买四送一盒 是买三送一盒 买三送一盒 用三盒的钱买到四盒 然后再加上 折扣码STAR100 又再折100 所以一盒六百会变成325 将近半价 将近半价 所以这次的优惠是蛮值得购入的 那我们这次也送五盒给大家 你设公开分享 然后在我们下面留言 我都是怎么维持我的美丽容颜呢 嗯 像我就很幸福啊 像这样的美颜饮我就一大堆 我真的可以天天喝 我是这样子维持我的美丽容颜 还有减肥 下礼拜四会公布得两年代 好 最后就是风向星座 双子天秤水瓶 双子天秤水瓶 我们都知道木星来到了你的火象宫位 所以风向星座一定是风云人物 因为木星来的关系嘛 木星会放大放大那个旋风的感觉嘛 那风就是人啊 所以你看风一来人就走上街头了 人就开始非常的有意见了 然后社群网站就爆炸了 因为大家都愿意多说两句 说说 说说自己的想法 表表自己的态 这一类的 所以表达 表达 然后表现 这都是风向星座被放大的一个原因 那在放大这个东西的同时 本来就管跟沟通有关事情的风向人 你们是双子天秤水瓶嘛 你们本来就是十二星座里面偏比较不怕人的 偏喜欢跟人连结的 比如说双子座好奇心很强 这就是跟人连结啊 别人在那边说话 哎你头就探过去 我多问两句 你们在聊什么 这就是跟人连结 有的人像我 我就是属于 我再好奇我都不会讲话 因为我是水向星座 我就会用偷听的 或者是听不到 听不懂 但是又不好意思问 哎就是这样 可是风向星座就会很直接的问出来 他们问的理所当然 然后也访问的理所当然 然后他们就会得到很多的资讯 风向星座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类 所以他们本来就是容易跟人连结 然后现在木星又来了 那自然他们的强项就会被发挥出来 他们的可爱也会被看到 然后优点也会被看到 然后这个优点也带给他们的自己很多的方便 所以太阳上升在风向星座的人 某种程度这个木星是加汇到你们的 在下半年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种轻松舒适 然后对的人对的事越来越多的感觉会很明显 往好的方向讲是这样 为什么我要用往好的方向讲 那有往坏的方向讲吗 当然有 当然有 because too high 现在在水向星座 对不对 在双鱼座 然后又是跟这个木星双子是打架的 因为是能量完全不一样嘛 是不是 那这个土海在哪里呢 在你的土相公位 在土相公位就是在二宫 在六宫 在八宫 在二宫 六宫 十宫 意思是什么呢 风向星座的人 虽然现在风起云涌 好像是对你来说是很high的 是很有加分的吧 应该这么说 but 你们还是被绑在十字架上 某种程度你还是没有自由的 没有自由的 你有一个很实际的责任 很加索 跟一个很很实际的 诶 星星上升在哪里 射手 哦 是火象 哦 好 你还是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框框在把你框住 那你的你就算那个要想卷起一阵旋风 你那个风还是有范围的 或者是类似 你是有很多任务 你只能在那个任务里面吹你的风 诗展你的魔力 但是要有范围 好 有范围 那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种挑战 因为风向星座可以的话 哇 我最 我多么的想要无限放大指点江山 但是忽然间就杀出一个程咬金 或但是 你是有很多但书的 你只能在这里哦 你不能超过哦 我给你一个任务 你在这边要放大 你想表达的 这就有 这就有一种 有限 有限的感觉吧 应该这么说 可是 在有限里面发挥无限 要怎么做到 这不是 这不是不可能 这是有可能的 你就是要在有限里面去发挥无限 好 那 这个有限呢 有时候也会用一种 表面风光 但私底下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障碍的这种形式 发生在风向星座的人身上 比如说 风向星座的人 家里怎么啦 内部怎么啦 或者是 类似 钱怎么啦 就是 我也 我也很想 把事情一口气做到最好 但是 钱不够 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很实际的 或体力不够 我很想 可以的话 多讨几划 然后把生意给弄大 但是我一天就一个人 我只有一份力气 我不是三个人 我可以的话 我有三个人 分身该多 但不是 体力有限 精力有限 金钱有限 范围有限 所以 你要怎么样 在有限的精力 跟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 让你的思想 让你的魅力 做一个最大的发挥 那个发挥 有时候不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 要多三个分身的这种发挥 有时候你高 也是一种发挥 你的思想的高度 这就不需要体力了吧 所以你可以去展现你的高 这会是突破这个困境最好的方式 那任何往更高方向前进的层 层次的这种改变的事情 我觉得都值得双子天平 水平的人去进化 朝高的方向进化 而不是朝宽 朝我要管更多的事 我要做更多的事 你应该 去无存经 反而不是多 因为我刚刚讲 你是又被限制的 所以你应该是往高的方向前进 去掉更多的杂事 专注在你真正想做的事 你越来越清楚 你该做什么 才对 应该是这样才对 体力不够嘛 所以方向星座反而是要 找到属于自己的境界吧 好这有点抽象 但是又不是那么抽象 因为木星来了 他有促成你 实现你理想的机会 所以你的地位有可能提高 你的眼界有可能提高 你的层次有可能提高 你就可以往那个 而且你准备好了 你是可以高起来的 那你就往高的方向前进 就对了 而不是花很多的力气 去做那些事情 我觉得现在风向星座 的确你还有很多的任务 是需要执行的 然后这些任务 你会觉得非你不可 你一样都不想放手 所以风向星座的人 也会很累哦 虽然你是下半年的重点人物 但你的确把自己搞得很累 那是因为 你的心里还放不下 但是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你应该往高 层次往高的方向前进 所以你的累是 你自己把自己给累到 是你自己爱累 你可以不用那么累 你知道吗 那你就要聪明啊 你们不是很聪明吗 风向星座很聪明 所以你可以去条件交换啊 我如果不这么累 我往那个方向走 我可以给你交换什么吗 你应该做的是 让自己少累一点 因为以前你比较喜欢蛮干 该累就累 你也不较苦 但是现在你应该往高的方向前进 听到了吗 YC 我们的工程师 我知道他的职场的问题 所以我稍微跟他讲一下 而不是继续的当那个什么救活队啦 需要我我就去啦 嗯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已经不需要再去证明了 因为他如果已经开始变成一种浪费你的时间 跟干扰你很多 其实你不用 那类似高的话 就哎 他也许可以往顾问的方向前进啊 然后 更更更扩大自己的接触面啊 成为很多人的顾问 然后就不用什么在一个地方 死在那里或者是累死这样子 好这是你们的木跟土海 那土海在我们的土相公位 在风向星座的土公位啊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来下半年啊 双子天平水平肯定有健康问题 职场问题 钱的问题 肯定有肯定有 或长官跟长官之间的问题之类的啊 因为如果有问题就会显现出来 要去处理它 当然显现一定是显现到不好的 比如说 过劳了 过劳就代表工作量太大了 然后工作量太大也不是属于 你不是土相星座的能者多劳 我们交任务给你 不是 是你自己放不下 我刚刚在 我再说一次 这个土海是因为你自己放不下 你很怕 你不做 然后他就垮了 他就完蛋了 你自己把自己也吓得不得了 可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也许你会发现还好 因为 去年也许是这样 但今年不至于哦 不要看扁周遭的人哦 周遭的人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哦 你的身边的人应该已经有了对的人了 因为不对的人也都 慢慢的一一淘汰掉了嘛 时光荏苒 过了两三年了 变化已经出来了 是吧 所以你应该要多一点信任度 那你多了这个信任度 你就知道你可以轻松一点 所以其实 下半年应该是风向星座要让自己慢慢轻松起来的 一个过程 你应该要学会的是放下 这个事情你不用再管了 而且你发现 你也会发现你不管也不会有事 很遗憾哦 不管也不会有事 好像不需要你一样 不是不是 而是你旁边的人慢慢的对了嘛 不对的人也差不多也该再淘汰掉 再怎么样掉之类的 好 那这是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再来就是 如果是有负债的话要还债 因为土星海王星在逆行 那如果是有很好的成绩 你该得到的奖金也会得到奖金 因为就是逆就是会有一个结果的显现 好的结果坏的结果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该得到的你也会得到 该付出的你就要付出 该承受的你要承受 健康金钱职场工作 再来就是冥王星了 冥王星9到11月会逆到水象公位 他就是已经要走到你的命宫了嘛 所以你要跟过去做一个告别 你的过去呢 就是那些所谓的委屈的 隐藏的 试图躲在别人后面的 那个都成为过去了 现在的你要往正式的成为一个风云人物的方向前进 所以要跟那种 什么不得不受困于你的家庭 不得不受困于这段婚姻 不得不受困于某一种无能为力的状况 这个东西将要做最后的清算 最后的结算 最后的告别 所以我觉得对于风向星座的人来说 双子天平水平来说 那种牵绊的感觉 是什么呢 他如果来自一个人 说不定这个人已经消失了 走了 死了 之类的 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某一种东西的逝去 那一股能量 那一股压力的逝去 那种无能为力感的逝去 人生好像又重新掌握回到你的手中 你会蛮明显的感觉到 那可是9到11月有一个最后的sigby 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比较像是你的心灵上的 放不下 我们再说一次 你心灵上放不下 风向星座的人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感性 尤其是他们经历水降公卫十几年 有那一种 也是闷亏吃了蛮久的 然后闷也闷得蛮久的那种感觉 然后找不到自己蛮久的 这中间不是说没有找到自己过 但是的确有一种 曾经有过一段迷失的时期 然后对自己的自我认知 靠着蛮力 靠着先天的能力 一路闯关到现在 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成 可是现在终于有一种 头脑打开了的感觉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 今年是最后的跟我们脑中的那些杂讯 那些杂念say goodbye的时候 可是相对的 因为他是水公 水公的 那冥王星最后回到水公 这力量也不是小看的 所以举凡 如果你有什么假设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家里的状况 婚姻所造成的金钱损失 我觉得也是到了要去 处理他的时候 比如说该认赔杀出 就要认赔杀出 也许这个东西不用公主于事 可是我相信他一定也是一个重伤 应该这么说 该还的要还 该赔的要赔 该认的要认 你不认的话 你就是被绑住 那就是业障 那个冥王星告诉我们 你要好好看清楚 这个业障会让你看清楚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是 风向星座 他早就该离婚了 然后他 但是他一直卡着 不离 那个是很明确的 因为是家暴 那这个还能不离吗 他们现在也是形同末路 可是他为什么不离呢 他是委屈的一方 他是受害的一方 他不离的原因是 他还在想着 如果这个人能够拿到遗产 他家族的遗产 那我那个时候跟他离 我就有机会 还拿回一点属于我的份这样子 他还在想着这个事情 那虽然我告诉他 你不要想那么多 我是从心盘看 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拿不到 你还不如赶快离开 然后你就自己可以赚很多钱 这是我给他的建议 可是他就有那个执念 然后我告诉你 现在冥王星要逆回去 他就听到了一个消息 他听到的消息是 人家那个钱是不会分给儿子的 人家那个钱已经去信托了 因为他们家是有钱人 信托的意思就是 到时候整个家族都是领薪水过日子 领那个信托的钱 所以不会分一大笔钱 然后再切一半给你 没有这回事 所以他是拿不到钱的 已经确定他拿不到钱 所以这个风向星座的执着可以放下 听到这个消息还能不放下吗 我要讲的就是你要跟这个业做一个告别 你不要再去执着 因为那个执着来自于很深层的不安全感 他来自于你很深层的 对自己的不够认识 对这个状况的不够认识 然后如果他是一个业障 他是一个业力 他也该到头了 我讲星座 你有被什么东西绑住吗 我觉得今年下半年是做一个处理和解决的时候 我讲了这个故事 那希望大家从里面去套 可能不是完全你的故事 但是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境吧 但你可以知道我所谓的该放下的原因是什么 这样知道的话 他就会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也到这里你还不放下 那这个业就是你硬要把他绑在你的身边 拖着他走一辈子 那谁也救不了你 是不是 好 再来就是水逆 水星逆行会在我们的风向宫位 火星也会逆在我们的风向宫位 所以这次的水星逆行的沟通不良 都会展现在人际关系上 所以风向宫座的同学 你可能就是风向宫位很强嘛 水星也逆在这里 然后火星到时候也会逆在这里 是这样子吗 我看一下 风向宫座 嗯 没错 好 那当然就是请所有的 双子天平水平 虽然人际关系是你们专长的 是你们擅长的 下半年这个部分也会很活跃 可是这个部分就可能有过度活跃 以至于出错 以至于出错 所以跟人的互动啦 沟通啦 交谈啦 能留证据就留证据 能截图就截图 以免死无对证 因为会有听错啦 讲错啦 沟通错误 或者是传递错误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种必须表达 必须说话的场合又特别的多 比如说可能会谈很多的case 可能有很多去跟人家接洽 演讲 然后或者是出差 呃 旅行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倘若是出差演讲 诶 稿子会不会忽然间丢了 或者是讲错资讯 或者是机票出了什么状况 饭店出了什么状况 这个都是风向 双子天平水平 在下半年尤其八月跟十一十二月 都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因为这个都是水性逆行 跟火性逆行之处 那在这个地方也有 因为水在这里 火也在这里 一定是这部分非常的活跃 你非常的在意 所以那段时间 可能会有 往坏的方向讲 就是可能有跟朋友 有头脚冲突闹翻 可能因为误会的关系 可是幸好可以解释的回来 然后也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你开始感受到了你的关系的变化 比如说这段婚姻关系 所以朋友关系 同学关系 婚姻关系 或你跟某一个圈子的关系 都会产生一些质变 会产生一些质变 那如果往好的方向讲就是 你的人际关系有拓展的可能性 你会认识新朋友 当然也要特别当心 我们刚刚讲沟通表达 因为风向宫位有水腻 完了 再过十天 我们七月运势会针对个别星座 会再做更多的阐述 所以各位不要紧张 也不要担心 我先用大快的方式 然后影片再过几天就释出了 所以你也会看到运势影片 然后也会看到七月运势 下半年是一个 我们每个人都在因应新的状况 然后大风吹换椅子的时候 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自己的警觉性都调动起来 然后以及我再说一次 不要想太多 最近的确是比较闷 比较容易想哭 比较有一种不安全感的一段时间 而且身体不会太好 现在火星跟天望星 正在趋劲当中在金牛座 所以每个人应该都对自己的身体 很有感觉 肩颈很容易痠痛 动不动就忽然觉得 肩颈卡得很紧 身体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 最近比较容易闷 很正常 很正常 很快就会过去了 这是一个阶段吧 应该这么说 那下半年虽然很乱 可是我已经针对每一组 给你们一些提醒了 我也希望给你们一些方向 如果你发生了跟我说的一样的事情 你就知道自己在星降能量的笼罩之下 就不要去想太多 他要你调整哪里 你就好好调整哪里 你跟着星象走 你不会出错到哪里去 好吗 那当然我一开始有跟大家说 我觉得如果你有孩子 如果我们很在乎我们国家的未来 我觉得 年轻一代让他快乐成长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好吗 只要你能把你的家固化 你让小孩能快乐成长 我觉得你已经功德无论了 好的 下半年运势 谢谢老邪真美眼影的致入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七月运势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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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